来关心猴斗疫情现在除了非洲之外 全球发现超过一万八千起病例了 有专染学家叫痛批 说其实当年2016年 非洲爆发疫情的时候就应该采取行动 结果呢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来看这个是在英国 伦敦的画面这么多人排队 都是为了要去打猴斗疫苗 同样的画面也出现在西班牙还有美国 那目前呢状况就是市面上疫苗的数量不够多 但染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了 甚至在西班牙已经传出第一起死亡的案例 在菲律宾呢这边也出现了猴斗的病例 所以希望大家要提高警觉